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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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已经进了心机 她能成功吗 我们来看一看 行了 你一边去吧 这收拾桌子哪用到两个人 这我帮帮你 那可说不准 有的时候一个人就是搞不干净 你们俩都休息去 我来洗 去吧 去吧 好 妈 你辛苦了 没事 你要干啥 她什么意思 等于说我连收拾桌子都受不好了 您坐 也不是完全受不好 吃人家嘴软 毕竟饭是咱妈做的 你就少说两句 我倒是想做饭 可是你猜你妈说什么来着 我不想猜 娜娜 你赶紧过来看看 你这个烧饭够底的烧虎的了 刮回了三个钢丝球怪 都刮死欧的了 好吧 我知道她说什么了 不行 我得跟她梳理去 坐下 咱们不打无准备的仗 你想 你这个书里头都写了那么多道理 有时间多看看书 然后再去斗争 说的也是 你说我每次跟你妈呛 全部都没有好下场 那书里头说要顺着下坡赶驴 下次我就顺着她说 你说啥呢 你说我妈是驴 哎呦 精神就那意思懂不懂 自己领会领会 哦 今天这个放假好不容易 大家都能凑在一起 不容易啊 哎呀 所以在一起 咱们好好聚聚 这样呢 我就不客气了 我先先动筷子了啊 来 大家都随意啊 哎呀 这个鱼烧得很好 娜娜长本事了啊 娜娜烧的 哎呀 这不错 娜娜棒啊 你看看 娜娜娜 没有鱼烧的 刮鱼啊 对啊 它这个鱼鱼刮的好啊 你看 那鱼鱼刮的 它基本上就是 哎 娜娜 我跟你说多少吃啊 鱼鱼要刀子刮 这孙子刮 这鱼鱼都刮不下来 这叫沐鱼啊 没事 说的 他只要吃的 不容易了 我们娜娜真是从来没做过这个 是的 妈 你讲得对 下次我就倒着光 没有下次了 这道菜车照 不要 不要 挺好的 挺好的 都有纪念意义 它关你新鲜 挺好的 来来来 你吃 娜娜 这个还有哪个菜是你做的 有啊 乱七八糟的桌布就是它铺的 走 走 来 你放开我 我一点都不生气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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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被人骂的时候 你能冷静吗 我 我就当在听周杰伦呢 当在听周杰伦 那你被人指着鼻子骂呢 我当在听周杰伦唱说唱 用 用 行 这么说 你 你刚被人踹了一脚 又被人捅一刀 又被人坐在脸上 这么发刺 你能不生气吗 能吗 我跟他拼命 我现在就是这个心情 娜娜 你不是前面还说的吗 怎么着都要听她的 咱们小不忍则乱大摩 控制自己的情绪 做一个知书达理懂事的家庭 我觉得我已经蛮懂事的了 是你妈 她倒像一个不懂事的小孩 还是个不懂事 又更年轻的小孩 小点 你跟我说 深呼吸 控制情绪 控制情绪 快 控制 控制 大家吃得还好吗 很好 大家难得祈祷一起 好好吃好好吃 来 那你也做 爸妈你们多吃点 快尝尝 我妈做的红烧肉 又入味又好吃 我一直都想要好好学习 没东西 你学不来 你知葬不搁 妈 娜娜 你婆婆不教 妈妈教你 不行 你教了吧 这不是我家儿子 吃这个味道了 懂吗 我都吃 好 我教你 你也早上爸也弄 损食 娜娜 跟妈妈去 妈 没事 8点钟是吧 没问题 我一早就把菜先买好 不行 不行 你买的菜不幸险 我都尽量 我自己去买 妈 没事 看我的 这倒也是 妈妈每次买的菜 又新鲜又便宜 下次要带我去逛 就是 你穿的衣服蛮好看的 下次也带我逛街 没问题 吃完饭 我们就去逛沙场 儿子 你眼光这么错 这个媳妇身体的心真好 那你们都去逛街 你别恨我 我干嘛 你怎么回事 文杰 明天你老丈人要去看房展 你陪我们一起去 娜娜你快点 这都8点了 是 爸妈都来了 我来开门 亲家母亲家给我买的 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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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这是 这毕竟怎么斜斜斜斜斜的 妈 是我太笨了 我没腹好 下次小心点 行了 我来收拾 妈妈怎么能搞这么多东西 赶紧收拾 没关系 没关系 妈 妈 是我那边收不好 下次您叫我怎么收 没事 那个爸妈 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要不 那班之后估计差不多也到了 我们先去看房子吧 好 走 妈妈 你能在家 先早 走 回来吃饭 好 妈 您快叫我做菜吧 走吧 娜娜 娜 菜不会洗吧 菜有什么不会洗的 但是具体要怎么洗得干净 还要妈妈多教教我呢 这有什么难的 我相信你能洗好的 就是 记住了 洗菜的时候 对吧 需要泡一下 对吧 这个根呢 把它切掉 然后放在盐水里头泡 泡五分钟左右 记住了 切根的时候不要切太多 我营养会流失的 妈咪说的真是太对了 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没了 好好洗吧 我去煎肉了 好的 妈妈 那您一会儿就要告诉我 要加多少盐 放什么盐 放糖和醋 对 你看看我 一点常识都没有 真是的 真是苦了文杰 娶了我这么一个白痴的老婆 还好了 还好了 有一点点了 赶紧坐吧 好的 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我妈竟然会放心让你一个人洗盘 这你就不晓得了吧 今天你们一块儿玩得开心吗 别提了 我跟你说 你爸到那儿也不买房子 但是还跟人砍架 而且砍到最后还跟人吵了一架 我是怎么劝他都不听 哎呦 这个你就要向我学习 你看我跟你妈今天这一天相处得多么的融洽啊 你要顺着她说话 她就没什么意思了 顺着她说 真能管用啊 对啊 妈 现在的肉炖的火候到了吗 可以了 可以了 差不多了 娜娜 小心烫 你的手嫩 谢谢妈 Days 妈 大家准备来看菜吧 来来来去去去 来来来来 先这样我来坐坐坐 爸 妈 跑一天了赶紧吃饭吧 grad你们说 这个菜是呢na亲手做的 是 你说的都是让我一半的功力了 好好好 真不错 擡上哪里呀 师妈妈您这么有耐心 像我这么笨啊 能煮熟就不错了 不错 明天再教你一道鱼香愣寺 谢谢妈 肉死 你们几个不是去看房展了吗 怎么样 有没有收获 吃饭时候别提这事 一提这事吃不下去 就是文学在场闹的 本来很好是给它搅房了 不是说人家房子贵 就是说人家房子偏 还说楼层不好 结果什么也没买出 你说你身上就带30块钱 你跑进房子罚了 这是策略 为什么带30块钱 我带30块钱就是看准了以后 那个就是交个定金 交完定金以后不想要了还可以退 对 你带多少钱他可以要多少钱 对 爸 我跟你说 主要原因是我小气没有灵魂 您的精神没有你的那种 那得是 瞧你说话这个酸样 你瞧瞧你今天这身打扮 那个寿楼小姐都不跟我们说话了 这是主要原因 好像哪个想跟你说话似的 你不强 不是 妈 我还是得虚心地接受岳母对我提出的建议 下回跟你一块出去的时候 我一定打扮得体面一点 不光要打扮得体面 关键你个头发得竖长节 什么体面不体面 对不对 你的衣服 渐渐都是娜娜给你买的 就是不体面 也不是你的错 对吧二哥 等于说是我眼光有问题了 也不是说怪你了 那怪谁呢这个事 不太怪谁不怪谁的 妈都怪我都怪我 是我不对眼光太差了 下次逛街一定带着妈 让妈来好好挑 就是 没关谁什么管 我觉得这个衣服 平常秀钱看的还是蛮好的 就是 娜娜听到了 这不是衣服的问题 这个问题出在穿衣服的人身上 对 那个炉子上还热着菜呢 我们俩先去看一眼 把他几天吃 主要他这个长相 穿这个衣服 他就是有点不配 你知道吗 你不是说顺着他们说就行了吗 我这都顺了 一点用都没有 你顺了多久 两分钟吧 我这都顺了一天了 你呀压根就是没有学到 我这个方法的精髓 我跟你说就是要坚持冷静 坚持冷静 走 走 爸妈 你们也多吃点 其实跑了一天够辛苦的 是 来 谁家伯 多吃点肉 不好意思 我不想吃肉 妈 这个猪肉不是你买的吗 但是是你烧的 妈 没事 你看我这吃一口 真的好吃 特别好吃 好吃 你尝尝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这两天浅肥不吃婚礼 这样 那妈 您尝尝这个青菜 这个青菜也是您买的 您烧的 对啊 青菜可以吃的 青菜可好吃不得了 好吃不得了 但是我记得这个青菜是用猪油炒的 你还放了猪油炒吗 真好香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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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你现在还 真是这样子的 我呢 是大婚不能吃 小婚吃一点 还这样吧 小婚我干脆也见得了 明天啊 拿个苹果来 你妈肯一肯呢 吃饭呢 哎呦 好玩啊 这个吃团圆饭 弄个苹果坑坑 妈 有的人呢 平常吃不起肉 又说什么不吃婚 弄个苹果坑坑 又不是猴子 铁家母啊 你说哪个是猴子啊 不是 妈 不是说的 吃肉 来来来 吃肉 咱吃肉 妈妈我最近太忙 你们都瘦了 儿子看这儿可心疼了 吃肉儿子 还是你孝顺我 你这个儿子就剩下孝顺了 你别说 你还就是孝顺 不但孝顺 而且孝顺 最主要的是 确实孝顺 谢谢岳父母大人能看到我的优点 我会对你们一样孝顺的 好好好 就得这样 你啊 在今天看房子的时候 只有穿得好那么一点点 就算是对我们俩的孝顺了 对 她不是穿得好坏 这关键你个头发 你稍微 妈妈 你看 是个猪肉上面 怎么皱毛这么长呢 这不会啊 我知道恩长您的要求探过来 探过就行了 跟你讲了多少次了 这上面的毛 有你子 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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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滴 你平常怎么滴美毛的 你美毛滴就妈干你了 滴出头就滴不干你了 滴出毛是吧 我现在滴行吗 我现在就滴 妈妈看到了吗 今年一天就叫她滴个字笼 这个事情就干成这个样子吧 你看你爸 你妈滴巴的恨不得了 不是 妈 您还说够了啊 今天这一天我哪句话不是听您的 哪样事不是您师父我做的 爸 你要不先喝杯水 喝杯水 你给我倒杯茶 我慢慢看看 光看有什么用啊 要是娜娜输了 我得去帮忙啊 别着急 别着急 先慢慢看看吧 怕茶叶在厨房不敢去 你先将就喝点水吧 你这是要听我的啊 喝不下去 你这是 你整天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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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把小小小鸡皮给它都掉下来了 我 我嘿 妈啊 我这一天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 啊 在端正我的态度 用我最友好 最包容 最高尚的一面 来面对您啊 您居然还是这么说我 哎哎 什么友好啊 宽容啊 高尚啊 是在跟你不搭嘎 你呢 嘿嘿嘿嘿 完全就是假猩猩 其实啊 我们性的都晓得 你也是满痛苦的 痛苦就大声的哭出来吧 快快 你这人笑着皮小肉不小 比哭还难堪啊 我我我 我三两个讲出来 我觉得 你就是一个尖酸刻薄挑事 热事的一个恶活活 好了 我上场了 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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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觉得您实在是太严厉了 教导学生当然要严厉了 不然你怎么学的会呢 再走了 我早就看出来了 其实你也是个火辣辣的性格 对吧 有什么不高兴就讲出来 大事就喊出来 反正你不高兴的 我是不会不高兴的了 是 我看您是看见我不高兴才高兴 偶是什么人 是容忍你 是你婆婆 我宽容大度 原谅你今天做的一切 你呢 就当没有发生过 不要内疚了 内疚啊 我辛辛苦苦装了一天 我内疚什么 你说出来了吗 你装了一天辛辛苦苦的 假天音 不是假天是什么 完结 你个大男人 弄个盆顶着算怎么回事 在旁边看戏 你 妈 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该怎么办 问你的妈妈 她不是会教人吗 对 我这么大把年纪了 我就喜欢当老师 对吧 我不教人 我干什么 你看看 你这个教学成果也不怎么样 你说她今天 只要说稍微穿的那么好一点点 我们也不至于那么丢人 你看你这个孩子 我真是 你们家娜娜要稍微会跌点毛 我们吃饭的时候也不会卡到 这个毛都快剃牙了 有这毛 有 这么一点点有什么关系呢 娜娜真的很不容易了 你看看你家儿子 你这个发型真的好难看 太难看了 你太从你家女儿 从你家老公到吃鱼都不吃鱼 又只吃鱼领了 真的 娜娜 我发现这个办法对你爹妈和我妈 啥用都没有 我也发现了 我估计这个世界上 也没什么办法能对他们起笑了 哎 也不一定 还有一招 真的 无语有云 三十六计走无为胜 踹 走走走 欢迎各位回到生活戏剧秀 全家脱口笑 哎 这个女人婚前婚后可能会有点变化 是的 其实男人也会有变化 男人有什么变化 男人就是婚前是老爷 婚后就是小弟 好不好 这个担心完全在我这没有必要 为什么 因为我婚前婚后都是小弟 哈哈哈哈 这确实没有变化 你老婆侮辱你 我觉得是对的 哈哈 你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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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女人就是这样 你要给她一种价值的存在感 其实我觉得这样老公很宠老婆啊 是的 但是你会有变化 就是婚前你只要受女朋友 当时的女朋友一个人的气 婚后就要受两个女人的气 比如说老丈母娘 对吧 两个人围攻你 会不会有 我跟你这么说啊 就这一点上 我做的还真的挺不错的 像我媳妇跟我丈母娘两个人 都是吉皮 他们俩是经常在家里边吵嘴 然后我在中间去 去做这个万能交 哎 你不要吵了 真是 那是你妈呀 七万金有吧 就是 然后有时候 有时候假装打一下 然后跟她 这是你闺女 你不会这么着呢 哎 我觉得这样的老公非常聪明 真的 然后曾经有一次 我们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我媳妇跟丈母娘吵架 吵架 吵架架之后 我底下厨子 就跑到我这边来 然后就是 让我打电话 就我一看她说 你不回 这不行啊 你这你妈不着急吗 然后打电话就给 阿姨啊 哎 对对 那是我是我 小陈啊 那个你家 你家女儿 对对 我这惹你生气了 哎呀 我这带你 不是 对对 那这样那个 没关系 哎 我知你生气啊 你这 你让她今天 要不然实在你生气的话 让她先住在我这边 然后明天回去 然后电话里面 不是啊 接她回来 请别回家 哦 让我师父就回家了 本来是不让回家 好了 聊完这么多 我们再来看一段 杨韵的脱口秀 大家笑一笑 接接牙吧 微笑看生活 快乐正能量 各位好 我是杨韵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导演 跳的地方非常的特别 这里是南京师范大学 仙灵校区 秦仁坡 这秦仁坡啊 顾名思义 就是南京师范大学 乃至整个仙灵大学城的 干柴烈火们 不对 是年轻男女们 约会的圣地 还看到 我对面站的这些人 看上去 有男有女 朝气蓬勃 而他们 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 告诉我们 你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还是单身 呸 好意思讲呢 在秦仁坡这个地方 说自己还是单身 还这么大声 你们也不感觉到惭愧 我都替你们感觉到害羞 来告诉我 你们来的目的是什么 找到对象 声音不够大 再来一遍 找到对象 很好 非常好 你们带着这个目的来 就来对了 因为今天 我将会告诉各位朋友 单身到底谁的错 鼓掌 呃 作为一个感情经历 非常丰富的男人 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 告诉各位 你们今天之所以还单身呢 是因为你们身上 都有几个毛病 那今天 我就把这些些毛病啊 好好的给你们总结一下 呃 带笔的做好笔记 啊 没带笔的咬破手指 写好血书 啊 这第一个毛病啊 就是小气 南京话叫撒皮干 啊 什么叫小气呢 就好比 你给他一块钱 他放在自己隔着窝里面 让南京城一周都掉不下来 这个叫小气 做人不能小气 尤其是做男人 千万不能小气 啊 比方说 我有一个表妹 梁州人 在北京上大学 最近找了个男朋友 听说此男相当之空门 前两天 我的小表妹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哥哥 说我们这个北京那边还没有集中供暖 啊 这个天气降温了 冷得要死 我打算买台空调 我买吧 说我男朋友不让我买 啊 说太浪费钱了 我说不买空调 你多怎么办 这种男人怎么这样啊 说他后来送了我一个取暖设备 我说哎呀 那还不错 送取暖设备还是算心疼你啊 什么取暖设备啊 他送了我一副哑铃 哑铃也算取暖设备吗 是的 他说我练半个小时就会暖和的只冒汗 而且还减肥呢 哎呀 你说这种男人要他干嘛 是不是 所以啊 做人千万不能小气 谈恋爱也不能小气 来各位跟我大声的喊一遍 做人要大方 做人要大方 恋爱有希望 恋爱有希望 做人要大方 做人要大方 恋爱有希望 恋爱有希望 非常好 再来说一说第二个毛病 那就是粗心 啊 通俗的讲就是神经大条啊 粗心千万要不得 比方说我有一个同事 我们导演组的阿凯 他就是个特别粗心的男人 最近他交了一个女朋友 女朋友挺好的 挺有钱的 带他出去逛街 还非说要送阿凯一条牛仔裤 阿凯呢平时不穿牛仔裤 他只穿运动裤 为什么呢 因为腿太粗 穿不下牛仔裤 他那个腿跟大象腿有的一拼啊 比我还粗呢 是吧 我也穿不上牛仔裤就是了 好 他们去逛街 要买牛仔裤了 是吧 挑了一条 让阿凯去试 阿凯就跑到那个 十一间里面去试啊 穿不上怎么办呢 一塞啊 跟塞捆蹄一样 塞 吸气 好 记上了 记上了出去以后 就给女朋友看 女朋友看 说 哎呦 这个牛仔裤非常好啊 形成你腿特别的细啊 而且形成这个臀部特别的翘啊 非常的好啊 这阿凯也特别的得意 说真的吗 我真的身材特别好吗 好好好 就这样啊 那我回 跟衣店里面换衣服去了啊 阿凯就回到了更衣室 越强越得意 说我腿戏 说我 捆不翘 然后阿凯就把牛仔裤 使劲的脱了下来 然后脱完之后 就出更衣室了 他一出更衣室啊 女孩就大叫一声啊 流氓 就走了 为什么呢 因为阿凯只记得脱牛仔裤 他忘了穿他自己那条运动裤了 他穿了一条三脚裤 他就冲出去了 旁边的兄弟们阿姨啊 都不好意思看啊 我不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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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年轻人就太开放了 太开放了啊 所以啊各位 在谈恋爱的时候 千万不要做人粗心 来 跟我喊一遍 做人要细心 做人要细心 恋爱更神心 恋爱更神心 做人要细心 做人要细心 恋爱更神心 恋爱更神心 来给自己鼓掌喝 接下来说第三个毛病 怪屁 就是怪毛病 有很多人身上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怪毛病 你比方说我有一个同事叫小孙 小孙的男朋友 就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毛病 小孙男朋友经常带他去看电影 这本来是好事啊 老看电影 每星期都看 但是小孙的男朋友 每次看完电影 这个检票 也要检完票之后 他都会喜欢 把检完票的这个票根啊 给收起来 当然小孙就想啊 你跟他想说 哎呀 你的男人 坏洋恶 你四想恶 我想了 你想干嘛呀 你是不是想把 跟我看过的每一场电影的电影票 都收藏起来 然后 等你向我求婚的时候 就填满整边的墙 给我一个 惊喜的浪漫 对不对 你好浪漫啊 哦 你想度了 你想度了啊 你你你你发烧吧你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跟你讲啊 我这个人啊 最喜欢 受剪过的东西 只要是被剪过的东西啊 我就受不了 我就一定要把它 受藏起来 啊 你怎么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毛病啊 那你 除了顶料 还喜欢受剪什么 啊 那个从小孙一年级开始啊 我就开始受剪 我接下来的手指甲 每一个手指甲 我都要受藏起来 然后到了三年级啊 我就开始 更高的要求自己了 我除了手指甲受藏啊 我连脚指甲我也受藏 你个我天哪 这么多年的手指甲 脚指甲 放在盒子里 就作为收藏 你别说了 再说我要吐了 这是 所以各位 在谈恋爱的时候 千万要把自己的毛病改过来 什么邋遢呀 洁癖呀 都不要 啊 来 大家给我啊 喊一遍 毛病全都改 毛病全都改 恋爱就会来 恋爱就会来 毛病全都改 毛病全都改 恋爱就会来 恋爱就会来 好了 顾到 接下来 要说第四个毛病 自恋 自恋千万不可取啊 有的人就是这样 谈恋爱的时候特别自恋 明明是小学文化 非要装成才高八斗 明明长得像吴孟达 非要说自己长得像吴奇隆 这样不好 我就记得我 特别年轻的时候 我姑妈就给我介绍过一个对象 让我跟她相亲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一看这女的 长的呀 比我还难看呢 不敢恭维啊 但是没办法呀 长辈介绍的 你总得给点面子吧 吃个饭是必须的吧 吃吧啊 吃饭 刚坐下来呀 这女的就各种吹嘘自己 说自己条件怎么怎么怎么好 说自己长得像什么林心如啊 蔡依林啊 啊 说去她的男人排了几条街啊 从古洛派到新街口啊 带拐弯的 是吧 我就奇怪了 我说她有什么自信啊 敢这么说 我就问她了 我说那你找男朋友或老公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呢 我啊 我起码要找个男人 那有房有车这是必须的 我哦 有房有事的啊 那我先回来一趟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你去买房买车哎呀 我不是 我现在有房有车 我回家给你把它卖掉 万一你要看上我了 我跑得来不及 所以啊 所以在谈恋爱的时候 或者是还没谈恋爱的时候 做人 一定不能浮躁 一定要低调 知道吗 来 跟我喊一遍 做人要低调 做人要低调 爱情更美好 爱情更美好 做人要低调 做人要低调 爱情更美好 爱情更美好 鼓掌 接下来 说第五个毛病 幼稚 啊 谈恋爱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自己 当得跟小屁孩似的 知道吗 要像大人一样 做成熟人的事 比方说 我有一个发小叫猴子 猴子这个人 就相当的幼稚 就像小孩 他什么事 到底带自己妈妈去 就连相亲啊 也要把老妈给带着 你就这像话嘛 有一次 他去相亲 哎还好 他老妈有点事 没有先去 那猴子就先去了 先去以后 就跟那姑娘见面 见面见面 然后那姑娘就觉得 这猴子说话呀 做事啊 就特别的不成熟 知道吗 然后这猴子就回来一句说 不是我不成熟了 幸运我妈还没来 我妈一来 我妈就成熟了 这个时候 他妈妈来了 他妈来了以后 就特别的这个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说我来迟了 来迟了 然后那姑娘就特别奇怪 就说 哎呀 你是个大男人一个 你相亲 你还带你妈来啊 你是小孩吗 他妈就来了一句说 哎呀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大姐 我来迟了 你是带你们家女儿来 相亲你儿子啊 你女儿来什么时候啊 啊 哎 女儿呢 女儿来看看呢 什么大姐啊 你哪去 你看到我是大姐啊 你看看啊 你怎么去大姐啊 我们也是小姐好不好 真是的 哎呀 当时猴子又特别的崩溃啊 没面子啊 所以他现在一直都单身 啊 所以各位 做人一定要独立 不要太依赖长辈 特别是相亲这回事 一定要靠自己 知道吗 来 跟我还一遍 做人要独立 做人要独立 恋爱没问题 恋爱没问题 做人要独立 做人要独立 恋爱没问题 恋爱没问题 鼓掌 好的朋友们 相信你们今天已经学到了很多 记住 要改掉我刚刚说的五个毛病 小气 粗心 怪癖 自恋和幼稚 爱情就会向你们招手了 最后 我衷心的祝福大家 能够找到自己的真爱 来 大声喊出你们的目标是找到对象 找到对象 找到对象 找到 好 广告知道欢迎各位回到江苏综艺频道生活喜剧秀 全家脱口笑 是的 接下来聊一个话题 什么话题 聊一聊这个已经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很多节目里面都有叫圣女 对吧 其实圣女 自己都觉得无所谓 反而是那些不是圣女或圣女身边的人 他们着急 这些皇儿不急 亲领急 亲领急 对对对 我急 是的 是的 其实圣女 作为他们自己来讲 已经习惯了 这个生活状态很好 对 他觉得没什么呀 有什么料气 他觉得找一个不合适的人 天天吵架 还不如不早呢 这我也能理解 对不对 这找了一个不合适的 最后 那个吹灯巴辣了 没意思 但换句话说 有些事情我们要换位思考 换位思考 换相思维 一家女儿要是 就是 你这话问的好 你这话问的非常好 做父母呢 肯定会替儿女着急 但是父母的时候 谈对象的标准 和现在又不一样了 对不对 过去找对象 看你人马好了 一个工资 行吧 反正人胡可 好 那我们就结婚吧 没有什么高的要求 而现在人追求太高了 而且高的是高不可攀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样的问题 这都是社会问题 但问题是 如果一个女人 她到了 对 40岁 多过之年 到现在都没有谈过恋爱 然后一不嫁人 你是否觉得她在心里 或者是某 甚至是生理上 她其实 有什么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 换个方式来问 人家有什么问题 灌你什么事 那倒也是 灌你们全社会 或者是其他人 什么事 每个人每个人的生活 人家愿意这么活着 有你们什么事 你老对人着急 干嘛呢 讨厌不讨厌呢 对啊 所以以后我们就 不要说什么圣女不圣女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礼貌的词 没错 对吧 其实人家不是说圣下 对啊 人家说就是不成 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段 整股乐作剧 开心一下 你好 请问是周星科吗 你好 你好 我这里是飞银跆拳道馆 你报名了我们的跆拳道课程是吗 对啊 我们这边通知你今天晚上 7点30分上第一堂课 是吗 好好 晚上见啊 再见 好 再见 好再见 大家好 欢迎来到乐作剧 今天我们乐作剧挑选的场地呢 是飞银跆拳道馆 那在这儿呢 我们要 乐作剧的对象是一位姓周的同学 据我们跆拳道馆的工作人员说呢 他是附近银行的一家客户经理 好了 话不多说 我们今天就要小熊同学体验一次 最最最最最最疯狂的跆拳道 哇 所以同学很荣幸成为你们的教练 在学习跆拳道之前呢 希望大家了解一下跆拳道的历史 跆拳道 顾名思义 抬着拳头去报道 我希望大家能够尊重跆拳道历史 在学习之前 你们知道跆拳道是谁发明的吗 是爱迪生 所以在学习之前 我希望大家一起跟我喊一句口号 也是表示尊重 爱迪是万岁 预备去 爱迪是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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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台语教嘛 就是要活动身心嘛 活动活动 就是活着就要动 你要想活着就必须要动的就 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掌声鼓励 好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定力训练 记住 眼神一定要直视你的对手 不要有逃避的眼光 还要发出具有杀伤力的低吼 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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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再示范一下 眼睛指示你的对手 嗯 第一好爱 大师姐示范一个 开车 我说 注意看 这次做得很好 面对任何敌人的挑衅都要不为所动 大摆子吗 好 你 示范一个低红 来 你是来做序列来学习的 要勇于表现自己 向大世界学习 低红 来不要笑 我们在做严肃的事情 你干什么 好 轻轻 眼睛要指示对手 不要受到任何敌人挑衅 就开始了 面对任何敌人的挑衅 你都要做到 不为所动 面对任何敌人的挑衅 你都要做到 低红声啊 听不到你的低红啊 低红啊 面对 景大姐的百般挑衅 咱们的主人公 周星客 还颇有一点 留下会做怀祖法的生贩 可是 他却万万想不到 他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更加疯狂的事情 将会接二连三的发生 跆拳道博大青山 其实 这里面呢 很多招数 都是来自于世间万物 上节课 我也给同学们看过了 动物事件 你们也了解了 虎 鹤 猴 豹 蛇 五种动物的生活实行 啊 我希望大家能够 凭借上次看过电视之后的感觉 来发挥 大家可以练习一下五行拳 大家说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你只要五个人来 给我展示一下 大世界 你一个 五 你 四 头 你 抱 好 新同学 要不蛇 蛇 你带个头吧 上次看你看动物世界看的蛮认真的 好 要把那种气势 喊出来 做出来 好不好 来开始 呼呼呼 哇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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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喊呢 再来 要喊呢 呼呼呼呼呼呼 哦 这是一个严肃的事情 大家不要笑啊 认真一点 来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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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抱你是 拥抱的抱蓝 哈 哈 哈 蛇 蛇 蛇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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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小周同学 你的这套蛇拳 还真是行有余而神不足啊 杀气都没有关系,咱们赶紧练起来 用的来作团了,但是它会更加烦烈,所以我们要喊掉 1, 2, 3, 咱们再来一遍 1, 2, 3, 咱们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咱们再来一遍 你一遍,我们再来一遍 1, 2, 3, 咱们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大家是痛的感觉 1, 2, 3, 咱们再来一遍 因为我们可以再行一遍 我们这里啊 喊的是挨压 记住一般挨压是痛的感觉 我们挨压是杀别人的感觉 好不好体会一下 连续喊五遍 一二三 好很好有进步 因为大家都很服务唱歌 表现很不错 用个零笼 用个零笼 我受了 请问你们谁了 我们是 我们是达合到你 这三个礼女 谢谢啊 谢谢啊 让你看给你们死定了 你们才知道的不需要这些哈哈 哈哈哈 小姐来干嘛了 嘿 你们两个 每天在这里鬼喊鬼叫的 是我 跟我们的教练 和我们其他的学员 没有任何关系 你们要是想来找麻烦 大可以冲着我一个人来 对吧 我们三个人 到里面去聊一会儿 明天我还来第一晚 好 太辛苦了 太长远了 太长远了 你吃了没有 你吃了没有 你吃了 我给你了 内伤吗 过儿 不行了 大阴 这次是大姑娘回大姑娘 别忘了 祝你 好感人啊 好的 今天节目到此 要告一段落了 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 今天是星期五了 那么从后天开始 从星期天开始 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 是有所调整的 本来后天是没有 但从后天开始 我们的节目就是 周日到周四了 晚上时间还是九点到十 没错 没错 我们的新剧呢 也会在十月四号上演 周演包括呢 马大嫂 陈明 梁硕 徐丹 还有我亲大妈 大家一定要看哦 那比徐的 最吸引眼球的是 那个美女游戏环境 对 美女游戏环境 老多美女凭你一起玩游戏 而且这回美女玩游戏 你不要以为好欺负 对对对 关键是人家在加州的 天天的练 如果说想跟他们对抗的话 你也得在家天天练 然后来报名我们 有所准备 没错 报名就可以登陆 我们的官方微博 官方微信 对 来关注我们的实时动态了 是的 好 今天节目 跟大家说再见 微笑看生活快乐正能量 我们礼拜天 再见 拜拜